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假如你遇到一个藏族人 问他一生最大的夙愿是什么 答案无疑是 在有生之年能够到拉萨朝拜 这个夙愿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平等的 随着社会高速发展 对当今的人们来说 到拉萨朝拜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因为我们可以选择多种 快速便利的交通工具 比如说比汽车更快的火车 比火车更快的飞机 然而有一群人 在朝圣路上的某种力量 总能带给我们感动和泪水 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内心的损失 58岁的宫保扎西 在2014年5月的某个清晨 从离拉萨2500多公里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 陆曲县嘎海乡出发 在出发前 他自制了一辆简易的人力车 搭上了塑料棚 让双腿瘫痪 双目失明的老母亲躺在里面 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旅程 2014年6月26日 公保扎西和他85岁的老母亲 终于与拉萨撒 两天后 我们找到了他们 在入住的宾馆里 公保扎西跟我们分享了这段 耐人寻味的故事 从中热磋里面 犯人的老母亲 从而来 每å都是 大陆 不 小 这 都 第二 不 我们 带 可以留在街上有一个女生, 精神之寂寂寞, 徒曼大学, 这个女生有一个女生, 都不浏竞你 有一些女生, 它是她面对女生 我们的眼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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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以前是有种生物的 我以前的老师 就是他的老师 他在家里面有一个群星 所以他身在家里面有一个群星 他在家里面是一样的 他在家里面有一个群星 他在家里面有一个群星 很多人 但是他们的经历 他们是肯定的 就是他最后在这种 在还中 无法做得出别的 他不可能会把人给做到 他做到这种 在来看 她们已经有了 他在有很多东西 他在低伤家中 他们一年都会比较 很少 我们已经知道了 才能不想来 我会看到一个人 反正位 反正和人家 还是 коп 是啊 因為他們都還不習慣 因為他們不是生氣 因為他們都會怕貓 他們會貓貓貓 他們都會這樣 他們都不賣 他們都會罵他們 他現在也很傷害 他們為什麼不抓貓 他們都會疼 我跟他們打 覺得善良的 他會等 他們就會得到 我们的方式会访问 我和我们的方式会访问 您就自由 Student 很自由的使用 他们的方式都是 以轮程的方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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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